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2号星期日 美国低失业率的背后 因为我们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这种迹象 而且很多的这种科技公司在裁员 但是从各方面的经济数据显示 美国的失业率非常低 而且近几十年最低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看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首先来讲 就是说整个目前来讲利率在上升 通胀居高不下 还在5%以上 通胀其实并没有完全降下来 那么对经济衰退的预期 大家都是 而且迹象越来越明显 但是就是说过去三个月 美国新增就业岗位有110万 而且在1月份的时候还加快了 1月份比2月份的就业岗位增加的还更多 然后消费者 但是反过来 消费者在储蓄减少的同时在缩减开支 之前我们录了一期视频 就是说美国消费支出 占美国整个的是70% 对吧 就是说消费如果减少的话 对美国经济伤害非常巨大 它同时在缩减开支 消费的减少 然后众多公司纷纷裁员 尤其是以科技行业带头开始在裁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就业热潮 基本上现在认为 就是说 当我这个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 最近的一个调查报道 他说就是说 现在推动就业热潮的是经济中规模很大 但是经常被忽视的行业 就是什么是新冠后经济复苏的一个最后阶段 就是说餐厅 医院 养老院 儿童 照护中心这些地方 一种服务性的行业 在补充人手 这些新就业岗位正在抵消亚马逊 威远 这种高科技公司在裁员的这种影响 当然你说能不能完全抵消 其实我们觉得有一定的这种 咱们后面看看好不好 咱们后面看 他这样 他说医疗健康 教育 休闲 酒店 以及干洗 汽车 修理 等服务领域的雇主 对于私营部门 总体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为36% 过去的六个月里 这些服务行业总共增加了119万个工作岗位 占同期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63% 所以大头实际上就在他们这了 主要是靠他们在挣扎 那么与此形成对比的就是高科技含量比较多的 这种什么信息行业 就业人数在私营部门总体就业人数中只占2% 他们占的比例非常少 但你要承认就是说这种高科技含量 他们的这工资更高 对吧 那么这个行业的就业岗位已经连续两个月在减少了 明白吗 就是说那些为他们服务的这些服务行业的 这些就是说 招工越来越多 然后真正的这些就是说主力的消费均反正在减少 那么服务业 普遍来讲比高科技收入低 所以他们增多的话 就是说同样的岗位没有高科技的行业的含金量高 但是架不住人多 你明白吗 你再多你只占2% 人家占60%多 你能跟人比吗 对吧 人数多 但是人多一样可以造成的消费 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种高科技行业 他们的收入比较高 通常都是几十万每年的年薪 服务业通常可能就几万每年的年薪 通常到十万的都比较少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高科技行业 它可支配的这种的财富比较多 剩余财富也比较多 就完成生活必须之后 剩余财富比较多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之后 美国的工资也在上涨 物价在上涨 同时的工资也在上涨 然后你发现点就是什么 这种高科技行业 他们工资上涨的比例更多 服务行业当然也在上涨 但是跟高科技没法比 高科技人家一涨涨几万 你能涨几万吗 你一共就几万 对吧 你涨几万 那不翻一倍了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 因为人家基数 本来工资基数一年就是几十万 一涨就涨了几万 你这不是 你的基数一年就是几万 你再涨也就涨几千块钱 你跟他没法比 对吧 所以他工资增长幅度大 对通货膨胀 也不那么敏感 因为他一下子涨了几万块钱 就是你有些通货膨胀 他日常的生活品 他其实涨了那点 对他来讲无所谓 就是说你最后你通胀涨到 还没有他工资涨得多 当然我说这是高科技行业 可不是底下 底层的民众的话 工资上涨的幅度 实际上是没有通货膨胀上涨幅度高的 因为这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能不能弥补 也不好说 然后日常服务行业 在疫情爆发了头几个月 受创的最为严重 流失了2200万工作岗位 你明白吗 就是疫情来了之后 你会发现高科技 人家在家办公了 人家照样能够上班 照样能挣钱 你服务行业的话 你餐厅没有堂食 你基本上你直接就卸菜了 那就是外卖 送外卖的火了 然后在餐厅的这种 就是说服务员 就是点菜或端盘的等于 就不需要了 就是现实就是不需要了 因为有一阵没有 不开放堂食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服务员 他就岗位就丢失了 丢失的比例比较多 一下子都丢失了2200万工作 那岗位 那按理说 这个应该搁到 就是说那有2200万人 就失业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应该搁到 这个失业里面 他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计算 失业率的时候 不是说我 比如说 我全部可就业人口 然后说 我比如说 咱假设说 假设说 我全部可就业人口 有一个亿 然后我有8000万人就业了 那我的就业率就80% 剩下20% 不是的 他不是这么算 他是这样 就是全部可就业人口 就是说可能有1000万 但是这里边 有一些人 是不需要就业的 有些人可能提前退休了 有些人在上学 有些人 比如说生病了 他可能是一个 长期慢性病 然后在家了 那这些人 他不就业 没有就业的 这种愿望和需求 那这些人 是不算在 失业率里边的 他失业率是算什么 算是想找工作 但是找不到工作的人 他才算失业率 所以以前算是 这个失业率低 其实它是不科学的 有一些人就没有了 那么推动就业增长的 这种行业 包括什么酒店 医院 餐馆 这些服务业 这些在2020年 实施疫情风控 和社交疏离期间 这些行业 就是分分裁员 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之后 当时来讲 需求激增 这些行业又开始 招兵买马 不过一直难以招到 足够的人手 就是招不上人 招工难 有那么一阵 招工难 你像有一阵 美国的码头上不也是吗 就是说积压了大样的货 没有人去卸货去 招不上人来 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说 许多美国人在当时 没有加入的 劳动力的大军 没有去寻求找工作 那里面有各种 有的是害怕生病 有的就拿福利 那时候拜登发福利 不就是吗 就是说你只要不工作 就给你发福利 你不工作 你失业就发福利 你如果工作了 那么对不起 这福利就不发了 那很多人一看到 他一算 就是说我工作拿这些钱 我不工作拿的钱 好像比工作拿的更多 我刚才我就不工作了 然后拿着钱去玩了 去happy 去消费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有一阵 就是招工难招不上来 我们在纽约的朋友 还记不记得 他就是他算了一下 他回去上班 挣得更少 还不如不上班了 他说他其实 他是一个工作狂 愿意上班的一个人 但是实在是不合适 就说上班太不合适了 损失的比较大 就没办法 他就说 他就在那儿骂 说你看逼着我们不能去工作 就没办法 他就去抗州玩去了 对不对 那这儿就有一阵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时川普不就说 川普说这样子 就是说政府也要发补助 但怎么发补助 比如说你来工作 你来工作之后 我给你免税 你的税那部分 政府当补助 给你退税了 这样鼓励 你想拿到更多的福利 你就要更多的工作 因为这样你的退税越多 我免除了额就越多 对不对 你得到好处就越多 这样的鼓励你去工作 拜登就不是这样 拜登就说 你只要不工作 我就给你钱 你工作我就不给你钱了 导致很多人就不工作 所以那一阵就招工难 然后那人 由于他自己 他不工作 他不愿意去工作 所以他也不算在失业率里边 所以这些人就给隐藏掉了 有一些是害怕生病 害怕感染新冠 不愿意工作的 有些得了新冠在家养病的 还有一些人选择提前退休 那么现在随着疫情的影响 逐渐减弱 许多服务行业的高管 和企业主表示 他们在招聘和填谱工作岗位的时候 难度下降了 华尔街日报就采访的是 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连锁餐厅 就是Layne Checking Finger的运营总监 他说从2021年年初到2022年年中 公司旗下的四家分店 说每两个星期 才能收到一封求职信 就是好可爱的一个了 您赶快上班 我这正确认的 你知道吗 两个星期只有一个人来找工作 说许多员工只工作了 来了之后 只工作了一个月 就辞职了 就可以了 工作一个月 然后就辞职去领 实验救济去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小时工 所以导致运营总监 经常会亲自干一些 免下车取餐 机柳配置 还有装牌工作 他说没办法 只能我干 运营总监表示 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是开始提交求职申请人 就多起来了 如今公司拥有的 所有的门店 已经都配齐员工了 已经不再招人了 就是说我不招了 然后运营总监 也不必再帮着去轮班 做小时工的工作 有时候没办法 就只能 小时工现在差一个人 轮班 他只能他去了 所以他说 不是失业率下降了 而是找工作的人少了 明白吗 就是一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新农就业有可能的51.7万 几乎是此前经济学家预计的三倍 同期失业率降至3.4% 为53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些人之前实际上是拿着救济去消费去了 明白吗 最近才开始了 回来工作 所以你看着好像是就业岗位增加了 不是的 是疫情期间丢失掉了的那2200万工作岗位 重新又创造回来了 明白吗 并没有增加就业岗位 所以随着新冠病例减少 以病毒的前两个冬天相比 担心感染或传播新冠的工人更少 然后这样就增加了一些像餐馆服务人员 自住餐厅工作人员和理发师等等的 需要密接的 就密切接触工作的这种 就是说来找这些工作的人 以前这些人好像都不愿意干 因为觉得就是为了证 钱把命都要丢了 对不对 所以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显示 求职者因新冠而生病 或者需要在家照顾新冠患者的可能性 也有所下降 所以就新冠过去 还有一点就是说 关于女性劳动者 说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疫情而退出 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比男性要多很多 远远的高于男性 因为涉及到什么问题 就儿童照料问题 当时就是说有些学校停课了 幼儿园怎么着 所以女性在家照顾小孩 儿童照料 学校还在上网课 然后又有一种缺乏 有吸引力的工作 还有健康 担心健康等因素 阻碍着女性劳动力的参与 现在更多的女性 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所以这就是就业在增加 好像工作岗位在增加 主要是这个 那餐饮集团的 这叫Sof Hospitality的首席执行官 他叫什么 Eta Benai 这好像是个印度人 印度哥们 这餐厅好像感觉也是个印度餐厅 他说大约18个月或24个月之前 当时我们几乎是不可能顾到人 没地找人 没有人愿意来上班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就人员重回餐饮行业来讲 目前来讲 餐饮行业肯定是复苏了 他说他现在在申请经理 主厨和副主厨等职位人的越来越多 这些职位在前两年 一度需要他几个月 才能找到一个人愿意来干 他说现在他可以很快的找到人 来填补这些职务空缺 而且也无需的再开除 像以前 以前前两年都要开除 就说你只要在这干满三个月 我就多给你一千美元的 这个奖金 因为有好多人干一两个月 就早就去领事业救救去 他说你这样你干满三个月 多给你一千块钱 那现在也不需要了 这个印度的这个首席执政官 他说他旗下的一家门店 最近打算招一名的副主厨的牛排馆 所以说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选 来投简历的一看都很优秀 他说我都不记得过去几年 发生过这种情况了 好现在 前几年都是 只要来了 有人投简历赶快来 正确人 现在都是要在这里面挑 他说我们现在在决定 聘用谁的问题上了 又开始犯了男子 因为好多人都来投简历 对不对 我就那么一个副主厨 我在里面选一个最合适的 对不对 他说现在我们希望 我们能有更多的空缺职位就好了 所以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整个它的背后是什么 就是说前两年 由于疫情导致失去了很多的工业岗位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再回来 有很多人前两年的各种原因 就不再找工作了 现在也在回来 但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行业 它比科技行业要慢 科技行业是首先来讲 当初对疫情打击 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一旦复苏之后 迅速复苏 出现经济危机之后 它反应比较快 迅速的就反映出经济危机来 就开始裁员了 就开始为经济危机做准备了 但是服务行业就比较慢 受疫情打击比较沉重 岗位丢失的比较多 复苏的时候又复苏不上来 你知道吗 然后好不容易等复苏上来了 经济又经济危机了 所以就是说你看他们的话 实际上你是看 它不是一个经济危机的风向标 就很多人说 你不说经济危机了吗 不说消费减退了吗 怎么失业利益反而下降了 就要赶快再增加 就是他们反应比较慢 他们要等到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完全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又开始裁员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时候你在观察市场的时候 你要观察那些嗅觉灵敏的 走在时代前沿的 这种高科技公司 而不能看那些 就是说嗅觉不是很灵敏的 后知后觉的 就是后半部分的大多数 你明白吗 你要看这个的话 你永远都不能够站得先机 好吧 那这些点到这里 谢谢大家